这一次肖战与王家卫的合作拍摄广告 无疑是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这么多年大家看过了太多广告宣传视频 很多时候一则广告的宣传视频还可以做到意味深长 肖战代言的咖啡品牌一直都是炙手可热的 自从和肖战合作之后 这个品牌就一直领先于所有的品牌 不仅卖出了大量的销量 还获得了巨大的人气 品牌方之所以会邀请王家卫来做这个广告 可见这个品牌对于肖战的重视程度 而在预热的过程中 所有人都很期待 目前这次的短片已经正式上线了 肖战卡点为品牌方进行宣传 到目前为止 这个视频的点击量已经突破了2000万 不得不说 王家卫的作品拍摄出是一部好作品 一部普通的咖啡广告 却像是一部文艺大片的感觉 让人浮想连篇 从一开始的宣传 大家都认为肖战和王家卫配视度很高 喜爱电影的人一定对王家卫非常熟悉 他的影片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 而且这么多年以来 他的风格作品一直都享有美誉 也从未被超越过 在这个广告中 肖战扮演了一名咖啡师 他的咖啡馆正在筹划一项 一万杯咖啡的制作 并且这个短片里 还出现了一名女主角 虽然这位女主人公 只是刚好路过咖啡厅的一位过客 只是和肖战有一面之缘 让大家挠不出了一部爱情剧 两人在视频中 只有简单的几个对视和几句台词 但却能够感受到一种 暧昧又自然的互动 通过这则广告视频上线之后 大家都觉得肖战和王家卫的 合作式配度是非常高的 肖战很用心地 把每个角色演得很深情 随便一个眼神和笑容 就能够让人沦陷 这一次肖战是完全扛住了 这种艺术感的镜头 从过去肖战的一些物料中 大家也能够看出 他是完完全全 能够抗住各种对脸镜头的 这些年来 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所以他每一次直播活动的生图 都给大家很大的惊喜 让大家也都觉得 能够打败肖战的 只有下一次的肖战 看到这一次肖战 和王家卫的合作之后 让所有人都对肖战充满了期待 从各个角度来看 他都是那么的坚韧 大家也都觉得 这一次的主题一万次心动 真的很适合肖战来演这则短片 而且从观众们反馈来说 都觉得一万次可能说少了 如果肖战真的是 某个咖啡厅的咖啡师 那么任何一个见过肖战 做咖啡样子的人 估计都会心动 肖战一次又一次地 带给观众惊喜 让他们相信 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他们喜欢的人是对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肖战和肖战的小飞侠 都会变得更好 事实证明追星 也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像肖战这种既能兼顾事业 又能兼顾其他方面的发展 真的是很难得的 一位正能量偶像 肖战